本周沙洲选举中15个华裔选区大多数都出现多角战 朝野领袖在大混战中敏恩仇 当中包括由人联党主席拿督沈桂贤亲自上阵的石脚州选区 这名医生背景的国战候选人挑战寻求连任的行动党候选人周婉施力图收复失地 而独立人士刘天亮加入站委让这个选区出现了三角战 至于华裔人口比例最多的选区福罗安同样迎来三角战 火箭议员应奔国阵和革新党候选人 上一届州选举中行动党派出新人周婉施 打败老树盘根的人联党候选人陈如飞 人联党这回派出主席沈桂贤镇压挑战原任议员周婉施 不过却杀出程咬金刘天亮搅局并冲着人联党而来 弗罗安则迎来三角战原任周议员黄庆伟代表火箭守土 国阵则派出新人包九松 革新党候选人则有张光景左右包抄 彭领则上演同窗固有之战 国阵候选人福祥威出事提升 就碰上火箭守土老将杨威慧 高中同学互相厮杀 割打圣逃杀方面 国阵派出菜鸟叶药星 硬碰沙州火箭主席张建仁 至于巴都林当选区 曾在上级大选吃下败仗的人联党候选人薛华东 再战巴都林当 与公正党的施志豪 以及革新党的徐丽娜再叫高下